園林鼠葵花季开跑 上万株的花海 预计在清明廉价盛开 今年活动仪式到西区公园举行 占地超过了八分地 不过不少人觉得很像在走迷宫 虽然花浦旁边就是纳谷塔 但民众不觉得奇怪 反而还担心连续假期人潮太多 是提早来赏花 另外在台中外浦的海域 今年碰到了干旱 以往花期会延续到五月份 不过今年可能会提早收场 红的粉的白的再到渐层的 上温可鼠葵花正式进入花期 就像彩虹般随风摇曳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赏花 很好这样子刚好半开 半开的状态之下是最美的 还不错啊 暗棚月幕 彰化园林鼠葵花季 今年举办第七年 每年都能吸引数万名游客到访 今年移试到西区公园举办 占地超过八分地 腹地之大 让不少游客都觉得像在走迷宫 蛮像迷宫的 多挑然后等一下走进去 可能就走不出来 花旷应该在五六层左右 应该全部开花应该在落在 那个清明节这段期间 由于花埔旁就是公墓 纳谷塔 主办单位一开始还觉得有疑虑 没想到民众不觉得奇怪 反而担心廉价人潮太多 提早来赏花 今年花期碰上干旱 但西区公园旁就是龙银村 灌溉银香校 反观台中外埔的海玉田 一大片黄金海域 在阳下更显亮丽 但美丽景致 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由于旁沟曲 缺水干到见底 几乎没水灌溉 长得很慢 这边两边水沟都干的 那边水沟也是干的 就会蛮可惜的 希望老天爷多帮忙 就是最近可以 还是可以下一些雨 台中外部海域 引用大安息灌溉 但老天爷不下雨 不止民生用水有问题 海域因为无水浇花 以往花旗从3月到5月 今年花旗恐怕提前收场 记得中部中导